所以我們的供電缺口將會短少288.7萬千瓦 Oh my god 剛剛你說用電量要增高 然後現在還沒要退役 那我們不就完了? 完了Pubbecue 歡迎收看每週嗨一下 今天 什麼呢? 這個節目到底要做什麼呢? 就是每週我們生活中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們就每週都來挑一個議題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那平均你最近有發現全世界都很缺電嗎? 缺電這件事我是有發現 因為大家不是都在什麼限電嗎? 我覺得是因為電力都在我這 皮卡丘 十萬福塔 不是 就拿之前303大停電來說 根據台電官網上限電的原因分三種 一種是發電系統的供電不足 那第二種就是輸電系統故障了 然後導致電能無法正常輸送 那第三種呢 就是在最後配電的時候 配電系統又故障了 所以他沒辦法配送電力到其他用戶那邊 那303大停電那一次呢 就是發電系統那一環的工作人員發生了疏失 導致發電機組沒辦法送出電力 聽完這些你有沒有覺得 欸很常故障欸 很常故障嗎? 對啊 而且最近不才四川限電嗎? 對啊 四川限電是什麼意思? 四川限電 最近的新聞喔 不知道 不能多財經主持人喔 他們都是用水力發電 可是他們現在缺水 所以他們就先 太熱了 對現在就限電了 來 好拍拍手 那你剛說四川 那台灣有什麼用電的挑戰? 用電的挑戰那就多了 我們首先第一個就是用電的需求擴大了 你知道去年台電的售電量增加 年增了4.68% 創下了11年來的新高嗎? 11年來新高? 欸我知道 我覺得應該還是全球暖化 所以大家用電量需求真的變得很高 可能真的太熱了 你這也是一點啦 但其實去年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台商回台投資 哦 對就是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嘛 還有一點 也是跟去年有很大的關係 去年就是疫情 對 因為5月的時候疫情爆發 所以大家又居家防疫 所以導致民生用電也大幅增加了 所以代表說 經濟啊 快速成長後 未來台灣的用電量只增不減喔 那第二個就是 可是為什麼啊 我看 如果真的要說 因為人家都說股價不是看未來嗎 啊最近都在標的 不是大家常常說什麼 綠電啊 儲能啊什麼 那怎麼會轉型不如預期 因為呢有一個很可悲的現實 可悲 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就是再生 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欸 不要比自己的那個 這樣太一有所持 我們是何佳歡節目 對 就是呢 經濟部原本規劃2021年底 再生能源的發電佔比要達到12% 結果現在實際進度只有6% 蛤 一半 對一半 而且最可怕的是2016年到2025年喔 是核能啊還有活力 就是我們主要的發電的那些機組的 除易高峰期 除易高峰期意思是他們要退伍了 差不多 蛤 對尤其是我們的核二核三要在2023年到2025年陸續除易 所以我們的供電缺口將會短少288.7萬千瓦 Oh my god 剛剛你說用電量要增高 然後現在還沒有要退役 啊那我們不就 完了 完了 BBQ了 好 反正就是有一點可怕啦 那我們現在也沒辦法怎樣啊 我們這種窮苦的租屋族 就只能 從自己做起 沒錯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要先從一些我們租屋 比如說因為我們一定都會用到電嘛 那哪些用電量那種排名 我們先去下手 代機電器耗電排檔把我幫你準備好了 我們先來說一下第七名 是洗衣機 洗衣機 它有很多段模式 對 你知道嗎 最耗電的 竟然是弱洗 就是那種輕輕柔柔的那種洗衣 竟然是最耗電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補充一下弱洗它的夜輪旋轉的次數會比搶洗更多 所以會開開停停次數更多 你也知道就是一個人 跑一下又停 跑一下又停 是更累 比一次跑完更累 那個續航那個爆發力 是的 我懂了 那我們第六名就是電視 現在很應該 沒了不太常看 就改放投影片嘛 就不要買電視了 對 人家面板價格都已經很低 我們還叫大家不要買電視 還有看手機 第五名是 第五名是微波爐 微波爐這個倒是真的很好電 你家有微波爐 大戶人家 你沒有微波爐是嗎 窮苦啊 我家是有微波爐 而且微波爐連在待機的時候 我覺得都很好電 可是有一個配方 對 之前有朋友教我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一個紙巾 然後你去沾水 你把它蓋在那個你的便當盒上 然後進去微波 其實這個微波使精軟 因為它好像是利用水分子震動去加熱的 哇 這是好像你開場到現在講的最有道理的一句話 沒錯 是突然智慧增長一下這樣 結果等一下觀眾朋友在下面留言說 才不是什麼水分子震動 不要這樣 觀眾朋友很nice 是的 nice job 第四名是電磁爐 這個跟他不是很熟欸 對 因為我平常不下屬啊 我也媽媽啦 觀眾朋友幫我補充一下 為什麼電磁爐耗電呢 如果知道的觀眾朋友幫我們補充一下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的 第三名 前三名 第三名 應該大家都知道空調 喔 冷氣一定要 而且它一定是逐年在增長 而且冷氣其實 你有沒有注意到冷氣 其實你們就是一直把那個插頭插在上面 對啊 你們不會特別去把冷氣插頭拔掉 所以它其實一直都在待機 那待機的時候電器元件一直都在運行喔 所以這不僅耗電 還會加速你的元件老化 減少空調的使用壽命欸 那我今天應該 以後就把那個總電源直接關掉 可這樣冰箱怎麼辦 不要再亂講話 所以有一個Pebble 就是你可以買變頻節能的空調 既省電噪音又小 那第二名就是電熱水器 電熱水器這種東西好像 我覺得它的感覺就是 它耗電量也是因為它需要突然在短時間內 然後突然加熱 就是那個爆發力會讓它耗電量很大 對 但是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方法可以替代 對 誰會喝這麼燙的水啊 冬天的時候比較需要啦 夏天大家就喝冰水就好啦 既然你剛剛冷氣什麼都講 我就很好奇第一名到底是不是 對啊 就是機上河 蛤 機上河小小的一個放在電視機上面 那個很耗電 那個很耗電 我跟你講一下為什麼它耗電 它正常運作的時候功率是15.48瓦 待機時的功率是15.2瓦 所以等於說它運作的時候跟待機的時候根本就是差不多 所以等於說你一個小小的機上河在待機狀態下 一個月就可以耗超過10度電 可是你剛剛說你沒有在看電視應該就沒有什麼用到機上河對不對 你幹嘛突然要放箭給我 但是觀眾朋友搞不好有機上河還兩個呢 對啊 我們家就有很多機上河 而且重點是怎樣 我爸還不關機上河 對 就只要關電視就好囉 沒錯 一定要把機頂河那個開關關掉才叫真的關掉 重生一事直接把總電源關掉是最好的 還有記得避開冰箱 不然你媽可能會打你 所以講完這些待機電器的耗電排行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我們日常生活的省電方法 你想到剛剛我們那一連串的很多問題 其實有一個方法最好的 我覺得你可以把那些東西就是集中放在同一個排查 就是人家很多人會用那個延長線 就直接關掉那個就一勞永逸了 那你的省電配方 我的省電方法因為我是跟家裡一起住 現在夏天真的很想吹冷氣 可是你又會覺得剛剛冷氣是第三名 所以我們都會直接用定時 而且就是加開電風扇 你那個定時誰都馬上會定時的好不好 反正就是推薦給大家 這是我的方法囉 好吧身為窮苦的租屋主 也只能從這些小地方來省電 你們觀眾朋友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省電妙招嗎 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那我們每周看一下 下周再見囉 掰掰